台北市一名擔任清潔隊員的男子呢 他在大樓資源回收室裡頭 撿到了一個紅包 那麼裡頭呢 裝有了十四張面額一百元的舊版美鈔 這男子他以為發財了 因此拿去兌換 但是最後卻被鑑定是假鈔 這名男子他的下場是遭到韓宋法辦 銀行裡男子被四名員警團團圍繞 警方手中拿著鈔票 一張張數給他看 原點算完再換男子double check 確認數字沒有錯 放入牛皮紙袋內 而這些錢其實通通是假鈔 至於怎麼來的 上個月十六號下午三點多 在商班大樓 擔任清潔員的37歲苏系男子 處理資源回收時 意外撿到一個紅包 打開看中有十四張面額 一百的舊版美鈔 這一千四百美元換算下來四萬兩千多 以為發財了 男子先到華台銀行確認 行員說看似真鈔 但不是市面上流通的紙鈔 他不放棄再去台灣銀行 行員又說紙鈔放太久 導致顏色不太對 最後他乾脆直接到台銀總行 想換新台幣 沒想到鑑定出來根本就是假鈔 以前該名有使用造假 美鈔之嫌疑 全案巡後將蘇南一 未造有價證券罪嫌 韓宋台北地檢署偵辦 以為天將意外之財 男子爽歪歪 結果這下求了反遭到韓宋 民眾如果撿到錢 還是先送到警局 站為極有下場 恐怕害自己 官司產生 記者送報道